手下中的凤眼纹其实就是孔子眼,是一种很吉祥的一种手纹。 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,若是拥有这种手纹,都像丁基因许无忧。 女人拥有凤眼纹还代表着汪夫,本期的凤眼纹带你去了解大拇指有凤眼纹的女生。 像学中的夫子眼在拇指第一节的地方,出现貌如眼睛的夫子眼是吉祥的印记。 如果你有夫子眼,恭喜你,未来的老公不仅品行良好,而且大有可能是豪门子弟。 左右两手都有夫子眼固然最好了,左手代表千半生,右手代表后半生,就算只有其中一只手有,也已经很不错。 凤眼纹出现在拇指,在拇指有一个完全的圆圈,如果说这个圆圈圈,有开口的就不算。 但,这种手笑的人,他喜欢恩爱,无私的牺牲奉献,通常有凤眼的人会得到一个好老公和好老婆,因此可以一生中一时无缺。 福衍文的意义,福衍文的意义与孔子木文大致相同,都表示了此人甚为聪明。 具有相当高的智慧,孔子在中国长达2000年的封建历史中,占据着大部分朝代的国学地位。 其弟子根据孔子平日年行所着的论语,在中国则有着无比崇高的地位,相较于道家学说对古代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的重大影响。 俗家学说的作用则更多的体现,并发挥在在对知识阶层的影响上,也有古书记载女子若生的此文能嫁贵夫,男子的此文能娶贵妻。 那些女人的首相是最旺夫,在母举第一节,指节上面的指纹成一个圈形的纹路叫做凤眼纹,通常有凤眼的人会得到一个好老公和好老婆,因此可以一生中一时无缺。 人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